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司徒文俊 在進入這個節目之前,麻煩大家幫幫忙按讚、訂閱 還有如果有廣告彈出來,就幫幫忙看看,多謝 剛剛在說,新鮮滾熱 政府已經開了這個發佈會 就是這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 這個草案就正式出台了 也已經講得明白了 賭牌批級最多就是六個 接著時間就是十年 上次我做了一連三集,也講了自己的看法 我也講過了,我建議就是八至十年 這個中了 另外我也跟大家講過 到時賭牌都是六個維持著 是中了的 好了,接著 裡面有一些細項 現在跟大家講講 第一,就是這個賭牌 剛才講過的時間 就是要在維護國家和澳門安全的前提下進行 這樣就是要促進經濟多元性和可持續發展 即是告訴你 現在要配合國家政策 不要做一些叫做境外 即是流走資 或者是協助一些敏感人士 去進行一些叫做洗錢的活動 好了,其次 修改這個批級數量和期限 剛才講過六個 以及它說禁止轉批 換言之就是你拿了,你可以和人合作 但就不能把牌由A公司轉到B公司 這個其實我上次自己的節目都有講過 另外,在這個例外情況下可以延續三年 換言之就是到時有三年就走盞期 這次公佈接下來的新的牌照 亦明確化了 證明大家統一的時間 譬如說起步時間 以及有這個期限 其次呢,它就說 這個就是娛樂場的博彩機 即是說老虎機那類 另外,那個賭桌 那個也是要規範它 這樣是要符合這個新的經營的範圍 這些其實是官方話語而已 好了 這樣就要加強對整批公司 另外,參與博彩業活動人士 即是說 譬如包括中介賭廳 或者是一些 總之是從事,踏馬那些 另外就說 及公司的資格的審查 以及監管機制 換言之,接下來 基本上現在重擊 重除出擊了這個 踏馬中介行業 接下來都沒有運限 基本上如果你要加強審查那些 未來很可能就直接在博企 自己做回所有營運 這些合作方 就比較難搞的了 以及它說會定名 這個叫做適當的合資格的標準 以及這個不具備適當資格的情況 加強政府監控 這樣如果像 譬如 新加坡那樣 譬如有些事情要跟新加坡那樣做 所以新加坡 你看到的了 就不會有些 叫做賭廳公司 這樣生存到的了 好了 跟著另外 將公司的資本額 調升到澳門幣50元 50億元 講錯了50億 我上次都講過了 基本上現在 是幾億的事 但是 你建一堵東西出來 都幾十億的 那些度假村那些都 過八億的事 所以這個調整也是 我上次講過了 也都在範圍之內 另外 那個澳門居民 出任董事和佔股比例 要加到15% 這件事 上次我上中下三篇 我都有提及到的 我有講過 說那個佔股比例 我當時都說 一定會是 10%以上的了 好 那跟著 也都要講 要履行各項義務 以及對應那個懲罰機制 大家聽我上次 講這個 就是 那個下篇 上中下三篇 下篇我有講這件事 我有深化講一講的了 跟著另外 社會責任 也有講到的了 大家可以聽回 另外 對於這個公司不動產 在過渡期間 就有三年的時間處理 那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假設你現在這個賭牌公司 你是不續牌給你了 那你現在的 就是裡面的物業 你的賭具 所有硬件 那你是有三年時間 可以過渡給新頭賭牌公司的 包括股份 其他東西的鑽樣 已經是定得明的了 那就不用怕出現的情況 會不會明天爆一聲 全部人沒有工 沒有工作 不會的 政府一定不會被這個情況出現 好了 另外他也補充了 他說 這個法案 他說 調升公司的資本 以及 那個 董事的佔股比例 是不適用於現有的成批公司 換言之 你以前舊的那批 他就不會是適用的了 但是你接下來 新續牌的那批 全部都要走新規矩了 他也 我相信會有更加複雜 以及更加明確的補充 會接下來再有 這個新鮮滾熱 先給大家看到這裡 這樣 最重要大家 要聽回我之前 上、中、下三篇 一定要聽回 我裡面我是有細化去講到的 我是私奧文俊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多謝各位